秋冬福店老闆夫妻党 带着儿子台中出游 骑脚踏车吃美食 晚上入住逢甲夜市附近民宿 一夜过后返回高雄 针石戒指不翼而飞 老闆娘差点昏倒 这是我没有戴戒指的习惯 然后她一直希望我戴着 有一个象征 老闆娘仔细回想 事情发生在17号当天 把婚戒放在梳妆台 隔天返家发现仪式后联络业者 但怎样都找不到 老闆娘急到快咪笑 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白手起家存钱存很久 然后整个婚礼筹备 刚下听到就很粗 但是也安慰她说 不见就也就算了 原来夫妻俩结婚前 因为刚创业经济比较不宽裕 丈夫还是存了五万块钱 买下婚戒 象征为爱情打拼 本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没想到四天后 民宿业者主动来电 说婚戒在垃圾堆里找到了 小的一个戒指 一般人来说应该都会占为己有 跟她的工读生妹妹就是还去 翻那个垃圾 好运真的发生 最近刚去台中拿回婚戒 准备六千元红包 但民宿业者婉拒 让老板娘觉得很暖心 社会处处充满文情 记者吴世龙王书宏高雄报道 老板娘在此里 zwitten者的 帅新云